暗梅止渴 話說在三國的時候 曹操帶兵出征 途中一直都找不到有水的地方 士兵都很頸渴 令到士氣很低落 於是曹操就叫手下傳話給士兵 前面沒有多遠就有一大片梅林 很多梅的又甜又酸可以用來解渴 士兵聽到之後 腦內不斷浮現酸酸甜甜的梅 嘴裡也忍不住流口水 於是一時間大家都不覺得口乾了 士兵抱著沒多久就能吃到梅子的想法 暫時緩解了口汗 最終到達前方有水源的地方才能喝水 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他告訴我們一些沒辦法實現的願望 可以通過憑空想像來進行自我安慰 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